他说他55.44有货 他说现在大调他走不及了 因为要见客 不断破财 最坏他老顶 现在走不及怎么算好呢 给他一些建议 没办法 人生就是这样 而且你要有工作 你才去支撑 你当然要顽固 现在市场是这样的 所以我都有 所以我都很难完全这样 而且反过来就算那一刻 当你不见客 你见到是否真的会走呢 这个又可能未必过 你现在看回当然会觉得一定会走 但那一刻其实就未必会这样做 所以我想有时候就是这样 但怎么说也好 都过去了 即价格下来了 跌又跌了 但银鱼其实相对算是好一点 因为始终大家也知道他的角色 华智 华智 特别是非美 或者这么说 再加上其实过去银鱼 就是 主席在澳门那边的一些建设 带动一些经济 其实有一些推动 所以这个大家对他的看法 会乐观一点点的 但当然乐观不是说不用跌 其实他的股价也跌了很多 还有其实走势 也跟刚才说 三月次也是倒序排晒 都是比较弱的 但只不过昨天也曾经是大了 还有今天的跌幅 依然是比较轻微的 我觉得如果你一样 我觉得就趁有机会 淡高几元 可能先减少一些货 譬如我觉得第一站 看回42.5元 如果去到42.5元这些位置 考虑去减少一些 当然就是尽量将仓 特别过股来计算 不要去到这么大的一个 亏损或者这么大的损失 那我想就减少那个占比 去到42.5元 减少一点才好一点 剩下的一样 就是等着整件事 看看怎么去处理 如果出来的结果 真的对银业的伤害是再少一点的 我觉得是能等起的 但这个真的要给点时间 但第一站先去到42.5元